指揮中心今天公布本土疫情最新改况 因为假期效应关系 本土Omicron确诊个案35914例 比昨天增加12869例 但与上周二相较少了8000例 预估目前本土疫情仍以缓降趋势收敛中 到7月4号今年的本土病例 共386万3991例 今天总共新增了125例的本土重重症以上的个案 另外今年1到7月的重重症有16827例 其中6275名死亡 今天也新增103例死亡个案 其中94人有癌症等重大疾病或慢性病史 58人未打满三剂疫苗 另外有46人年龄在80岁以上 其中年纪最轻的这位30多岁的男性 本身是没有接种过COVID-19的疫苗 有慢性的精神疾病 6月30号 因为呼吸衰竭的关系而过世 那这是今天最年轻的一位 这个死亡的个案 另外在儿童重症的部分 有新增一例是10岁的一个男童 本身也没有接种COVID-19的疫苗 没有慢性疾病 这一位男生的话是在5月28号时候 先确诊过新冠感染 在7月1号时候再度出现有发烧40度 有腹痛 咳嗽 流鼻水的这些症状 7月3号时候有家属再到急诊 那经过检查发现 同时也有结膜炎跟全身皮疹 以及血压偏低 发炎指数升高等等状况 所以医院这边怀疑是MIXD 修除到家务病房当中来进行治疗 所以这儿童的重症的部分 我们今天新增一例 累积是总共84例 那其中MIXD是占27位 那死亡的人数是跟之前一样 维持21例没有增加 对于外界质疑边境管制过言 今早指挥官陈时中回应 表示登机前PCR赶快筛 不排除可从低风险区域开始事半 至于检疫3加4改成0加7 则先观察到月底再说 午后记者会上庄任祥也在对 能否0加7做了详细说明 除了要看整体病例数 更要观察后续B.A.4 B.A.5对台湾社区的影响后 才能决定 那目前由于我们的疫情 还在一天的这个3万例 我想至少要低到 低到多少 事实上很难说有一个 一个绝对的数字 这个部分是我们 应该要再努力 那至于0加7的部分 这事实上牵涉到 不只是每天的病例数 就是要看当时的疫情 那我先前也说过 为了减少新变异株 对本土疫情带来的影响 指挥中心还是呼吁民众 还没打满三剂疫苗 符合第四剂条件者 都要尽快去接种 加强自己的保护力才是网道 儿童疫苗的部分 也已加紧施打中 目前国内5到11岁 第一剂疫苗涵盖率 已达75.6% 第二剂则为22.7% 另外6个月到5岁的 莫德纳幼儿疫苗45万剂 也确定明天上午到货 完成14天封肩检验后 预计最快21号就可以开打